院長早安 院長今天都要忙些什麼 今天是想要反擊這麼多行程 是想要反擊綠營對你的表演 2月1號是跟柯總教聊了什麼嗎 您身為議長需要的 都怎麼走 今天第一天上班星期怎麼樣 好 謝謝啊 院長今天心情都還好嗎 謝謝啊 那是有確定找周恩來當秘書長嗎 拜託啊蔡英文當選總統時候 她大概有15天都沒露面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人在說總統府這個時候在做什麼嗎 應該不會 而且韓國瑜你可以知道 她馬上就公布她的秘書長的一個人選 所以表示她一選上時候 她就是馬不停息的去招募各種人才 所以不是只有在辦公室那叫做上班 上班的定義非常多 所以請民進黨把上班這兩個字的定義先考清楚 知道有做事 否則你現在work from home 那怎麼辦 每個人都在家裡工作 那這就不叫上班嗎 所以上班的定義是你有在做事 為立法院在做事 那就叫上班 我們想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韓院長啊 因為他昨天沒有進去院長室 然後就被民進黨攻擊說 怎麼上班第一天就沒有來了 那是會不會覺得說這個黑韓產業鏈是不是又在起 因為明明禮拜五就是沒有會議啊 對啦 因為院長主要是二五主持院會 那沒有主持院會的時候他有他的活動啊 他有他自己的可能要拜訪啊 或參觀啊 或處理他自己的這個事情啊等等 都有可能啦 所以最重要的是二五院會 他主持 那有沒有去 然後主持的好不好這比較重要 不過另外有的時候 經常也是由副院長來主持 你選出一個副院長 你不可能什麼事都院長自己獨霸 所以呢 院長副院長本來就是交互 所以我覺得第一天就盯著他 也沒什麼道理啦 因為他 你可以想嘛 第一天一定很多事情要忙啦 可能他要找秘書長啊 要拜會之前的一些前輩啊 要處理一些事情 不過我想基本上 當然也 韓院長要小心一點 就是大家只眼睛盯著他在看 我是覺得黑寒的 這個 這些人士呢 並沒有消去喔 還是 現在又集中起來喔 盯著他看喔 所以他也必須要很緊嚴慎 要很小心 任何事情都會 給他放大十倍百倍 會不會覺得大家未來 可能都會守在這個院長室的門口 然後盯著他 會不會每一天都有來上班 也不是不可能啦 特別開始的時候 一定每天盯著他 幾點進辦公室 幾點離開辦公室 這院長也很辛苦 那秘書長的部分 找到這個周萬來 好像來歷都還蠻肯定的 因為他是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就在立法院 他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非常鮮熟啦 那大家知道在立法院呢 議事的工房 常常議事規則蠻重要的 議事規則熟 有的時候呢 常常可以四兩波千斤 所以我覺得周萬來也不錯了 用他也是實至名歸嘛 同樣是這個人事問題喔 這個民進黨有宣布了新的人事案喔 副秘長是由這個敗選又因為這個論文抄襲 然後被這個撤銷學位的何博文來擔任 但是因為之前這個賴清德才剛說 這個違反學榮會有最嚴厲的懲罰 你怎麼看這個人事案 我覺得對民進黨以及民進黨支持這些都不重要啦 比如賴清德的違建到現在為止大家也不在乎嘛 他是當選了嘛 他反正他裡面的人不管怎麼操啊怎麼弄啊 好像他的支持者無所謂 因為支持者無所謂 所以民進黨就無所謂 所以賴清德就無所謂 昨天是立院第一天上班嘛 那個韓院長沒有去上班嗎 其實他昨天有上班啦 那他在忙一些立法院的目前 因為前天我們才剛宣示喔 選出來宣示 所以昨天很多內部的人事安排 包括秘書長這些 所以昨天我的了解是 秘書長部分其實已經確定了 那我相信他也會對外來宣布喔 因為這些人事必須到位 很多事情才能展開 包括2月5號星期一 我們也會有這個第一場的草野協商 所以其實工作都是如火如荼在進行當中 而且民意代表也好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也好 其實我們就是基本上全年無休 那只是說工作地點不一定在立法院嘛 更何況昨天包括像現在週末 其實立法院也沒有開會 但是我們都會在其他地方 繼續為民服務的工作 市長怎麼看那個韓國瑜 昨天當時立法院長 結果馬上如何發明立法院長 這個關鍵時已經變成全網絡的時候 你怎麼看得不可以 昨天我有跟韓國瑜院長通過電話 特別給他恭喜跟入服 也特別說韓院長任動道遠 您辛苦了 未來在立法院大家要以民生建設法案 大家最關心的人民所期待的 無國立民的事情 潛力的推動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 新國會新跡象 完全會不一樣 你怎麼看有一些就是可能網路的粉專 在質疑就是韓院長以前過去的行為 那也有一點在醞釀說 就是他已經被罷免過了 那是不是院長有可能有罷免這個機制嗎 我們這樣說吧 韓市長以前在當市長的時候高票當選 後來這個被罷免 這些不管是選舉或罷免都是人民的權利 那現在他再次獲得我們立法院多數委員的肯定 這個當上這個院長 我們期許 不管是社會各界哪一黨哪一派 大家都抱著這種全民立法院這個心態 來大家一起來想說 如何讓我們的國會機關 這國會是一個憲政機關 可以為國家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也期許這個 我們現在在國會 國民黨在國會是執政黨 我們現在期許在國會這個在野黨 不要整天只想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應該大家一起來想看 通過哪樣的法令政策對國家有力 這個才是正辦 今天剛好是要上班的第一天 可是好像韓院長 今天都沒有排商官進院的這個行程 那是不是已經開始積極要展開這個 拜會等相關行為的一些 私人拜會的一些活動 我們看到昨天這個韓江沛當選以後 韓院長跟江沛院長就馬步停蹄的去拜訪 黃金平院長 然後我想他們一定還有很多相關行為 正在緊繞密鼓的安排中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那是不是要拜會各黨團接下來 那我想這邊這個韓院長 辦公室這邊應該他們會做接下去的那個聯繫 有人現在質疑說韓市長過去的言論跟行為太輕重 然後甚至會影響到他國會外交 他這一點可能會做的不如像之前有院長這麼好 我不這樣認為齁 韓院長既然是經過我們多數委員的投票所選出來 他也代表了多數的民意 至少在立法院我們就是執政黨齁 那所以所謂的行為是所謂親中或不親中 兩岸關係事實上就需要有人來做 就需要有人來交流 難道大家希望兩岸一直走向 蔡英文總統所說的原來他要維持現狀 但是海峽中線被好像這樣消失掉 然後呢兩岸的關係持續冰洞 觀光產業持續不能發展 難道大家希望這樣的兩岸發展嗎 所以兩岸關係兩岸需要交流齁 所以不要動輒就扣什麼 只要想要交流就是要扣什麼親中的大帽子 那不然賴清德說要跟他們吃什麼 奶茶嗎 和珍珠奶茶 和珍珠奶茶 這樣如果他這樣說也算是親中的行為嗎 所以大家要從看說怎麼樣讓兩岸的交流更好 讓我們國家的各個產業更有發展 這個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不要動輒就扣人家什麼紅帽子 像現在這個秘書長人選歪界也點名了 李四川跟這個謝任的廢洪泰 你覺得他們和市長這個秘書長嗎 我覺得不管是李四川、廢洪泰 或者我也有聽到李德偉或者是李乾隆 這些都應該是相當適合的人選 不管是哪一位還是應該看誰 跟這個院長的這個配合度 然後對這個協助院長在立法院的事務上 可以協助更多 那當然這個東西都是院長的用人權 包括秘書長 包括所謂的最高顧問 這些都是院長的用人權 我們要尊重韓院長的用人權